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煎饼 一碗面粉,一碗水,三个鸡蛋,一点葱就可以搞定 现在我们倒入一碗面粉,大概100克 放入1克左右的盐 放入一碗温水,放温水是为了让它更柔软 一碗温水大概是200毫升 按照一个方向搅,它就不容易起颗粒 准备半颗红椒 给它切开,尽量把它切小一点 加到面粉里面 搅一下 把平底锅用中小火给它烧热,直接放入面糊 这样会比较好操作 迅速的推开 开中小火,让它盖上盖子,让它烙两三分钟 我们这一面给它刷上油 然后给它翻一面 这个我之前也有做过 倒入适量的蛋液 这个饼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把它弄薄一点,也可以弄厚一点 撒上一点芝麻 然后盖上盖子 让它还是煎个三到四分钟 我们这个饼子是非常软的 吃了清淡的朋友,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如果说是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香一点的,辣一点的朋友 我这里做了那种蜜汁酱 我们再给它刷一点蜜汁酱 好,现在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的饼子就做好了